這個可能 現在當一個一個放你 但是台灣在整個國際間 它沒有辦法有一個生長的空間 它當然在某種概念上 它有什麼勢力打壓我 你今天就是要統戰我 你今天就是要統一我 所以台灣的群眾在這種情況下 對大陸也產生了一種異己關係 你不是真正對我好 這種關係在政治人物在推破自然之下 比如說 1996年 像李德輝就非常聰明 1994年 我剛剛講為什麼1994年 1994年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 千島湖事件 那時候李德輝已經掌握了權力 李德輝在千島湖事件 台灣群眾被殺了以後 李德輝怎麼講 大陸的同胞 殘殺我們的同胞 那李德輝在1994年 1993年底開始推動靜聯合 我們都知道靜聯合這個事情 尤其各位在紐約在華府 非常清楚 你沒有北京的同意或跟他談好 你要進聯合國幾乎是非常困難 我不敢說沒有 是非常非常困難 但是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當我要推動進聯合國的時候 民進黨 北京一定會打壓 你北京一打壓 我就轉個頭來告訴我的人民說 你看看 他天天打壓我 不到我們地點 可是北京的制度 是一定會打壓的 後來我們看 台灣在1996年 在選舉的時候 北京又試射了兩個 一些空包彈 試射飛彈 那台灣半導星 又感覺到很舒服 所以整個過程中 你會發現說 兩岸的政治結構 在兩岸的政治定位 沒有辦法解決以前 北京以他現有的結構 他必然會做出一些動作出來 可是你北京所必然想當然而而的動作 一定會讓台灣老百姓的政治人物 被政治人物操弄 說你看看 他就是對我不是很好 所以這一種的情況的塑造 也讓兩岸關係的認同 它逐漸的偏離 那當然第16點就說 兩岸畢竟這40多年來 這60多年來 大家受的是不同的政治教育 不同的文化教育 不同的所有的學術教育 兩岸在制度方面的認同 差距也非常大 差距也非常大 比如最典型的 像農曆台講的就說 請你用文明來說服我 可是這句話所代表的是一種非常驕傲 你那麼差我怎麼跟你統一嗎 我制度跟你不一樣 可是像我張亞中我就主張說 你為什麼不應該講說 我用文明去說服他嗎 你不要說你用文明來說服我 我們為什麼台灣不能用文明去說服他 但我們等一下再講這個概念 那另外來講就是說 由於上面這些東西 在隨著中國大陸 它改革開放以後 它越走越大 越走越快 可是越走越快了 中國大陸它整個的內部的社會的發展 還跟不上它經濟發展的程度 包括雖然我們在台灣來 其實大陸現在在海外很多的表現 跟我們台灣在三十年前到海外的旅行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大聲喧嘩 可是呢 在台灣現在已經發展某種程度以後 他覺得大陸在文明程度上比不過他 可是呢 在經濟方面呢 我們又依賴他 然後呢 政治方面呢 我們又不能解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台灣對大陸就變成說 一種恐懼 恐懼被他吃掉 擔心他 所以說你看台灣外面 這次所彰顯出來的 非常明顯 就是台灣現在對於中國大陸 一方面呢 我們需要跟中國大陸發展某種的經貿關係 但是一方面呢 對於大陸 強大了我們產生恐懼 大陸亂了我們也恐懼 整個這個恐懼面呢 包括籠罩在我們的政治面跟經濟面 而這一種的恐懼面呢 它所產生的結果 台灣已經不像是以前說 我要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這種的雄情壯志 隨著它的政治教育 隨著整個台灣的選舉的因素 選舉到看本人選票 它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它越來越內縮 越來越說呢 它是越恐懼 所以台灣就在這種惡性的循環之下 不斷的糾纏 不斷的糾纏 所以說我坦率跟各位分析來講 如果我們剛剛從這七點來看 其實從理性上來看 理智上來看 我們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是悲觀的 是悲觀的 因為這個趨勢是一直往下走 就是一己關係一直往下走 你看那個圖線看得非常清楚 即使馬英九上台以後 它也改變不了 可是事實上呢 民進黨又做不到真正的獨立 所以台灣民眾 處在這種焦慮的狀態下 一方面呢 它對教育成為說 我們兩個不應該走在一起 但是呢 一方面 事實上你又沒有這個本事 包括美國 包括中國大陸 又不容許台灣 整個跟大陸徹底的分離 所以說你看太陽花運動所展現出來 其實就是台灣的聯繫人 面對這一種前途的焦慮 然後就被印象所利用 然後當我要補充一下 我從來不認為它是一個學運 因為學運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單純性的東西 目的性很清楚 理想性很高的 可是如果說今天大家到太陽花運動的現場去看過 我幾乎每幾天去看一次 剛開始是非常好 反對黑鄉服貌 反對黑鄉民主 可是後來呢 越來越多進來 越來越多進來 你可以到那個所謂的這個青島東路看 掛的一些海報 就是納粹全部都出來了 中國豬 支那豬這種字眼都已經開始出現 它本身已經變成了一種仇視 鄙視中心都出現了 那換句話說呢 一些所謂的台獨力量 借這些運動就進去了 然後現在看到像李非凡 陳維廷這些所謂的學生 其他人都已經帶了一種非常高的政治色彩 進去裡面 掌控這個所有的這個太陽花的運動 所以這就是台灣的一個悲劇 就是說 當他沒有辦法找到出路的時候 他就在裡面下半竄 竄了竄了竄不出去 那整個台灣的力量 不斷不斷不斷的一直被耗損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這個 北京還有國民黨跟民黨他們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先用一個一來形容這個北京 我用分來形容國民黨 然後用離來形容民進黨 我們知道北京所提出的策略叫做 和平統一國兩制 我用一個概念來講就說 我常常跟北京的朋友來講 我說你們這個和平統一國兩制 我先不講他好不好 但是他是一個統一後的政治安排 對不對 統一後的政治安排 那現在兩岸關係是和平發展期 現在兩岸關係還沒有是同意的 我請問你北京 你有什麼主張沒有 坦率來講 北京到現在為止是沒有主張 他沒有主張 他只有講一些空話 一個中框架了 一中原則了 因為北京拿不出主張出來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知道說 你的一國兩制 基本上是 你是中央 我是地方 那我想台灣可能兩千三百萬人 並不想跟你一樣 這樣的情況下統一 除非你幫我打敗 除非有經濟幫我吃掉 所以說和平統一國兩制的 我覺得 他在作為一個大戰略上 他面對台灣 其實他應該有重新調整的 一個必要 或者補強的必要 那在這一個一國兩制的基礎之下呢 他現在政治上說不清楚 那他是說先經濟後政治 可是對台灣來講就變成說 因為你的重中目標是要幫我吞掉 一國兩制我只是從事你 所以你現在對我好一定是有目的 你對我的經濟希望好 對我的經濟發展 你就是要幫我套主 讓我將來跑不掉 因為你北京的圍縮 時間是站在你北京這一邊的 只要台灣的經濟對你越來越依賴 你就越來越安心 所以台灣包括很多民進黨的圍縮 你在套我 你在套我 各位我跟各位報告 這就是一個困境 我自己研究國際關係的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經濟的互動啊 特別是自由貿易 我們常常講的小國啊 它只能適應規則 而大國是制定規則 從美國從二次大戰以後 它制定了自由市場這個遊戲規則 因為自由市場這個遊戲規則 是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的 一個小的經濟體跟一個大的經濟體 在互動過程中的時候 久了以後一定是大的經濟體 它獲利會比較多 但是小的人也享受一些絕對的收益嘛 就跟我們跟一個大公司來互動 它賺的錢錢比我們多嘛 可是它賺八成我賺兩成 可是我再賺兩成也不錯啊 對不對 所以說你可以看 像美國這個國家 美國為什麼推動這個自由貿易 而一般的小的國家希望什麼 希望公平貿易 可是對於小的國家來講 這個全世界 這一個自由貿易的趨勢 是你擋不住的嘛 因為以台灣的條件 你沒有能力去抵擋 這個所謂的全球自由貿易 你只有去順應它 可是順應它又出現問題了 像韓國像越南跟菲律賓 它跟大陸再怎麼樣發展經貿關係 對它再怎麼依賴 它沒有亡國的問題 它不會被它吃掉的問題 可是台灣的變成說是 我跟你越來越靠近 我經濟越來越依賴你以後 我將來被你套付以後 就跟股票市場仰套殺 我將來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常常開玩笑講 說台灣 ECFA跟福茂 你沒有這個福茂跟ECFA 你可能是找死 可是對於有些人來 有了福茂跟ECFA 你可能是完死 所以你會發現說 民進黨他們的論述 它有它的基礎所在 包括我的一位朋友 是台大經濟系的教授林建律 他就跟我講 他說亞中啊 我有時候在外面聽國民黨講 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你像現在人家都 民黨提出一些數據出來 連ECFA我台灣沒有佔到多少的利益 不是你像是國民黨想的那麽 好像ECFA是個萬靈丹那樣子 對我來講 ECFA當然不是個萬靈丹 但它只是一個必要的 你必須要吃的東西 因為台灣作為一個經濟的 這個全世界依賴 你必須要走向全球化 那至於會不會造成皮膚固均 當然會造成皮膚固均 剩下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可不可以把它解決掉 但是你不能像太陽花運動說 台灣現在的皮膚固均 都是因為跟大陸自由化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跟不要大陸組在一起 這個邏輯就不通了 所以忽然就發出台灣 如果說不能夠處理這個政治問題的話 我坦率跟各位講 胡茂跟ECFA 它永遠有利弊各種講法 做生意每個人都可以講不同的看法 而且有人獲益 有的人沒有獲益 所以簡單來講 台灣的情況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就是當我們現在要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 當我們要跟大陸發展經貿過程中的時候 我們真正要思考說 如果你在政治問題上不能夠解決 那我坦率告訴你 台灣的疑慮是沒辦法解決的 而北京就會被塑造成為一個 你是要把台灣給套住 你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套住 吸掉我 和平消耗 慢慢幫幫我給你一個胃 幫我台灣給我吸掉 讓我跑不掉 所以這就是北京為什麼它現在的政策 包括馬英九簽了21項協議 但是台灣對大陸的疑慮一定有它的空間在 因為你北京的政策就是要把一國兩制 你雖然現在不講 但是並表示你沒有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它的變化是蠻大的 從早期呢 我們知道1992年的九二共識 1992共識為什麼會達成 是因為我們在1991年的時候 定了一個國家統一綱領 這個國家統一綱領呢 確定兩岸屬於分治 兩岸分治 那這個時候還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我才非常清楚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到了1994年 為什麼我剛剛一直給你提1994年 1994年李登輝呢 已經全力逐漸恐怖以後 他從陸委會出版的白題書 為什麼那麼清楚 因為那個白題書 我那是在陸委會 是我執筆的 我執筆 我幾乎整本六萬字 我一個人全把寫了 但是後來我知道被改在哪些地方 中間被改的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一個中國 已經叫什麼 是一個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中國 這一個中國對李登輝來講 已經不是叫中華民國 一個中國是歷史地理文化上的血緣上的中國 那換句話說 李登輝把這個一個中國呢 把它變成了一個民族的概念 一個民族的概念 也就是到李登輝在1999年 提出了特殊國一國的時候呢 李登輝的策略就是一族兩國 就是一個民族 兩個國家 那這個一族兩國呢 它把它叫做特殊國一國 因為大家都屬於中華民族 那我們知道德國奧地利也是一族兩國 對不對 所以英國跟愛爾蘭在某種的概念 也是一族兩國 那一族兩國北分能不能接受的 已經是很難接受的 可暫時不談 但是我剛剛講說 這個其實在1994年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可是大家都沒有察覺到 那後來到了2000年民黨執政以後呢 基本上大家就暫時 國民黨暫時不碰它了 那馬英九在2008年執政以後呢 馬英九當然也聽到蘇喜的建議 再重新拿九二共識 但是馬英九在拿回九二共識的時候 坦率來講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已經不再是 1992年的九二共識了 我自己專門研究這些東西 1992年的共識是個什麼內容 這我絕對不是大家瞎掰的 都是文字都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中間有三點 第一點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第二點 謀求國家統一 這是我們1992年的 第三點 台灣方面說一中各秒 北京第三點說 北京說 因為是事務系列協商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好再重複一遍 九二共識是什麼 在1992年的九二共識說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謀求國家統一 國民黨說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北京說 一中各表 北京為什麼一中各表呢 北京說 現在我們討論的是事務系列協商 我們不談政治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對一個中國的內容 我們不去表述它 好 我們現在瞭解這是1992年 那我剛剛報告說1994年 我們已經開始變了 那到了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已經變成什麼 直等於這中間的六分之一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其他東西全部不提了 不則不經理 謀求國家統一不在 叫做不同 那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馬英九也不跟你談一個中國原則 馬英九講說 中華民族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馬英九在表達過程中間 變成三段話說 我是台灣人 我是中華民族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是非常placic的一種講法 可是這一種的論述就變成說 你知道這一種論述其實已經是什麼 受到了就是陳水扁這八年的執政 你才有包括李登輝 從這個1994年開始改變開始 1994年到了2008年 這個14年的時間 所累積下來這種論述 馬英九他沒有一個本事 卻把它扭轉過來 而反而呢 順著這個思路 這一直在走 比如說舉個例子來講 馬英九也開始講說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大家當天這個主權獨立 各位想說沒什麼不對啊 可是你要知道 這語言上有一個非常大的含義 像我們英國的國際法 我們說中華民國是個主權國家 就夠了 那主權獨立 我下面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獨立於誰 你不會說你獨立於美國之外吧 你也不會說我獨立於日本之外吧 當你講主權獨立這個概念的時候 一定是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 可是你國民黨又認為說 我的主權是包括全中國的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我的主權包括全中國的 這就開始產生一個矛盾 你一方面說你的主權包括全中國 一方面又是主權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 請問你到底講什麼 然後國民黨為了媚俗